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要再度來到永和區巷子裡的糖米粉湯 好,那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地址在永和區保福路二段133巷32號 如果有說錯再更正 好,他們餐點都還算蠻同版價的 老闆娘你好 嗨,好 那我今天我就要那個... 大腸麵線好了 大腸麵線小的嗎 小的好了,然後跟米粉湯 米粉湯小的 對,然後豬心豬舌跟燙青菜好了 豬心豬舌,那請問青菜要A菜大陸妹 菜跟大陸妹我都不愛 大陸妹好了 大陸妹,好,試試看 謝謝 好,請坐 好,謝謝 今天好像這個時間點客人比較少 對啊,再來就是5點半以後 下班的人才會開始進來 哦,這樣 這裡晚上也比較少 這樣 像我記得之前 就是... 這邊曾經有一個賣烤箱長拿嘛 對,前面那邊 它有時候會來嗎 會啊,來都會排隊 好像沒有定時 哦,這樣子 OK 好,那像這種國民小吃的話 就是又便宜又好吃啊 這樣 好,那個小菜都很乾淨的 放在冷藏櫃 原本電影是有放音樂的 因為有版權問題 就請老闆把音樂關掉 不然還蠻潮的 爵士樂吧 辣椒醬就有這三種 然後應該算小辣、中辣、大辣 然後我覺得這種蠻辣的 這兩種應該都蠻辣的 內用的菜單就再拍一次 事實上都算是同版價 好,現在就好囉 好,謝謝 謝謝 這是小碗喔 對啊 這是小碗 好,謝謝 謝謝,謝謝 感謝 這樣分量是小碗的,真驚人 好,那就直接加蠟好了 加蠟 好 好,先吃原味的好了 反正還沒有散開 嗯 口味不錯喔 好,雖然沒有說明 但是這個就是 手工麵線 然後口味還蠻不錯的 柴魚湯底吧 嗯 然後還有這個蒜味 然後再配上這邊的特製辣椒醬 很香 很香 還有點筍絲啊 這種口感不錯 大腸也滷的蠻香的 口味色很好啦 但是就是跟我上次講一樣 就是 這邊的東西都稍微口味偏軟一點 大概是 為了這邊居民特製的 但是沒有不好啦 蠻好吃的 湯頭跟這個麵線的口味都不錯 就是稍微軟一點 嗯 好吃 那我覺得分數是90分 那個湯頭啊 麵線還有大腸都很香 嗯,好吃 好吃 好,個人還蠻推薦的 好,個人還蠻推薦的 好,所以這邊的餐點 蠻受這邊居民的歡迎 那現在就馬上又來一桌 好,很好吃 然後又便宜 這樣才45塊 很大碗 你要食量少一點的女生 大概這一碗都吃得飽 好,那這邊的分量 就煎一點小碗就好了 感覺分量還蠻驚人的 嗯 嗯,好吃 口味不錯 柴魚的香氣蠻不錯的 好,再來是小菜的部分 這是有豬舌跟豬心 然後再加這邊特製的辣椒醬 好,那關於今天有這個 中國的M粉到這邊留言 說這個 我上次吃這個沖烤鯨魚的時候 我說外國的朋友 人家認為我是台獨啦 事實上因為我現在粉絲已經遍佈全世界 有美國,有加州,有日本,澳洲 這些國家的朋友 好,事實上我只是外國 是指 中國跟台灣以外的國家叫外國 好,中國跟台灣 事實上是同一國啦 只是制度不同 好,當然有人可能會不認同我的說法 好,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中國是同一國 只是制度不同而已 好,那兩岸分支是事實啊 那我雖然那個不是我的頻道啦 因為那都是偷的啦 但是我還是澄清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沒有必要為什麼台獨什麼挖鉤的背書啦 我就是我 我也不想跟政治扯上關係 就是我心中的理解就是這樣 中國跟台灣是同一國 只是因為我們因為制度的關係而分裂 就這樣子喔 那你要誤會我的話你就誤會我 討厭我就討厭我就這樣子 好,討厭一個人不需要理由 好,那我講這樣應該已經夠清楚了 好,那這個是珠心的部分 好,這邊小菜都蠻好吃的 蠻新鮮的 好,珠心它就是有口感蠻Q彈的 然後沾上這邊的蒜蓉醬油跟辣椒醬就更好吃了 嗯嗯嗯 原本這應該是配著米粉湯吃啦 但是我為了拍攝方便 所以我是分開拍攝 正常吃應該是一口米粉湯 一口小菜沒有錯啦 但是 我這樣移來一去移來一去其實是不方便的 好,這個是豬舌的部分 好,這邊小菜好吃,然後量又多 嗯 嗯 好,好吃 我個人希望啦 我個人希望啦 因為每個人心裡都有這個不同的政治理念啊 那當然我也不例外喔 也不能說誰好誰壞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 每個人心裡都有每個人心裡的想法 那我希望你們關注的是我的這個 影片展現的內容 並不在於說我的政治內涵 或者是你的政治內涵 不管 因為我報導只是叫 報導小吃而已 所以這個 這個並不重要啦 這樣我拍的頻道是美食頻道了 所以我就不想把這些事情扯在一起了 那扯在一起就是會造成這個 無味的紛爭 那很無聊啊 人的生命很短 就專注在自己想要專注的事情上就好了 好,留點來配粥了 啊更正 留點來配米粉湯 好,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 它小菜都還蠻厲害的 很好吃 好,再來是這個米粉湯的部分 它已經灑了胡椒粉 那我再灑一點好了 那既然你們那麼喜歡胡椒粉 好,上次講過他們的米粉湯也不錯 不軟不硬 胡椒粉小辣 湯頭很鮮甜 就充滿了這個大骨跟內臟的香氣 然後米粉就不軟不硬 好吃 現在客人漸漸多了起來 好吃 然後蠻推薦的 然後這樣 這樣也只是小碗 所以花少少的錢就可以吃到薄薄薄 那最後是我不怎麼喜歡大陸妹 叫福山蠻具 不要聽到這個美食又產生什麼誤解 只是這個菜有一個味道我不喜歡而已 就如此而已 好,那我就講福山蠻具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有爭議 因為真的是網友都太敏感了 然後它總之有一個味道我不太喜歡 但是它這個菜是很清脆也很清甜的 好,因為米粉湯分數我打過了不打 然後那個小菜的部分我覺得是95分 很好吃 只是擺盤稍微亂一點啦 但是 事實上是蠻美味的 然後A菜調味就算是很清爽 好,那90分好了 因為我不太愛 事實上口味是不錯的 好,豬心很好吃 我是建議必點 豬肥也不錯啦 因為今天點蠻多的就不點 好,口味都不錯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等一下 發agine 好,叫吃